政治焦點要來看到的是 國民黨主席江啟成 下午跟青年朋友座談 面對中廣董事長趙紹康炮轟 黨中央 還炮出這個廢除中常會的想法 江啟成回應了 說中常會還是有必要存在的 那麼尋求連任主席的他 最近也開始計畫要到各個縣市 去宣傳公投案 要讓人民知道公投的重要性 和青年朋友座談 討論高房價問題 江啟成也為國民黨主席選舉 繼續打拚 面對中王董事長趙紹康 因為入黨未滿一年 選不了主席 中常委不願為他修改辦法 氣得召召康 火力全開 喊出藥費中常會 江啟成作出回應 最近國民黨還計畫到各縣市宣傳 可能在今年八月二十八號 登場的反萊豬和公投榜大學 選公投案 所有的公投我們都尊重 要用盡所有的方式 讓人民知道 行使自己手中那張公投票的重要性 藍綠在公投案 執求對決 江啟成為自己和國民黨累積更多 政治能量 華視新聞 張勝宏理事件 臺北報導 總統 臺北